刘海半长不短的时期 你们都是怎么挺过来的 放下来当眼睛 扎起来长度不够 卡在两边 今天简单三招 让你每每度过刘海尴尬期 刘海新人速速集合 1.夹子固定 把头发捋顺 随手一夹 贴头皮 先脸大 全的大面 先把刘海中分 然后分成两层 把上面这层和下面这层的三分之一合并 放在额头边 拿出夹子 从后往前夹 这样挡住了最突的山羊角 而且不贴头皮 对比起刚刚 脑壳更加圆润 整体形状更加好看 2.夹刘海 刘海直愣愣搭拉在前面 无论怎么分都不好看 拿出各位位数买的直板夹 先把刘海分成两份 左边这份拿到右边 向内向下卷 换一个方向向另一边 向内向下卷 放下来梳子调整一下 就有一个自然的弧度了 细软她的姐妹 可以喷一层定型喷雾加固 轻松get八字刘海 修饰脸型效果也很不错哦 3.假刘海 如果实在不会打理 又舍弃不掉刘海 直接花10块钱 买一个不用洗的假刘海 彻底摆脱刘海尴尬漆 把自己不听话的刘海 用一次夹藏在两边 单片假刘海直接扣上 与真头发完美融合 我们的大脑门 也算是有救了 三种方法 三种美丽 快拿着你的刘海试试吧